巴勒斯坦回教基金武装组织哈马斯 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 哈马斯恐怖分子 观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特别是马来西亚人 如果你真的觉得 哈马斯和捍卫巴勒斯坦人 是极端、激进、恐怖分子等等 那你只有三个可能 一、你对巴勒斯坦的历史不太理解 二、你只看这次意识列 七十多年灰灭巴勒斯坦原住民行动的媒体 三、你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如果你属于自类别的人 让我告诉你 现在发生的战争 不是因为所谓的一巴冲突 而是因为 巴勒斯坦移民的犹太人 人数巨增 导致联合国在1947年建议 在巴勒斯坦里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和阿拉伯国家 但是在1948年 在美国总统Henry Truman的支持下 意识列遵守宣布独立 在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 意识列对邻国进行了入侵 在1967年的战争后 意识列扩大了他对该地区的控制 自使无数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流理是所 直到今天 意识列军方继续占领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 以进行非法定居活动 好 现在让我们看看巴勒斯坦 从1946到2010年的地图 1946年 犹太复国主义子还没建立意识列国 1947年 联合国建议在巴勒斯坦里 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和阿拉伯国家 1967年 意识列入侵了邻国后的巴勒斯坦 2010年的巴勒斯坦 举个例子说 从我们前辈到我们这一代 在马来西亚住了几百年 突然间一群外国人 各个手里拿着枪 叫我们搬出去 因为我们的家属于他们的了 我们不搬 他们就用枪打死我们家人 没得选 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开创新生活 但是这些贪婪不自主的外国人 继续使用军事武器手段 包括国际净职的白领弹 恐吓平民人口 危及数以千计的生命 换做你就是巴勒斯坦人 这些外国人是意识列人 你认为意识列还是受害子吗 看了这个视频后 希望大家尤其是媒体从业人员 不再引导人们误入歧途 远离真相 如果你赞成我刚说的话 现在就加入我为巴勒斯坦人发声 强烈切尔斯坦人 强烈尔斯坦人 强烈尔斯坦人 强烈尔斯坦人